1988年1月13日下午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 心脏衰竭逝去台北七海寓所 享年78岁 世事消息一传出 当时三家无线电视台 台视、中视、华视 立刻改以黑白画面播出 五天后才恢复彩色 副总统李登辉就任总统 结束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独裁统治 有人说蒋经国对台湾有很大贡献 是民主推手 但也有人说他们是迫害人权的独裁黑手 蒋经国到底做过什么事呢 1949年5月20日 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施戒严 并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 台湾所有情报、安全及特务系统 藉由蒋经国主导 在他的主导之下 开启了长达42年的白色恐怖时期 当时他利用了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治单位 镇压异议分子 消除异己 为了巩固国民党政权 在白色恐怖期间 只要是批评政府 或是有不同意见 主张台湾独立 参加民主运动 都有可能被任意冠上匪谍 叛乱的罪名进而逮捕 监禁与杀害 根据官方与民间的研究 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高达上万人 其中有1061位遭到枪决 另有54人死于狱中 现任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一农的爸爸 著名的社会学者吴乃德 曾写过一篇 《回忆蒋经国》 《怀念蒋经国》 分析蒋经国他究竟是压迫人民的独裁者 还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推动者 他认为 说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的推动者 这样的评价是不符合实时的 如果蒋经国有意推动民主化 那为何美丽岛事件会被当成是叛乱 并大规模逮捕民主运动人士 他也提到 一个民主化后的社会 仍然在缅怀过去的独裁者 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 然而 台湾有许多人深信所谓的蒋经国神话 台北市长柯文哲 曾公开推崇蒋经国 解言对台湾民主有贡献 两讲时代的官员操守 可以视为政治的典范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到今年都还在叶玲表示 经过先生的爱名 清廉 结底气的风范 是所有政治人物的典范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虽然已经告别蒋家 独裁王朝34年 但独裁政权的幽魂及遗毒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尚未散去